魔鬼常在细节里 投报率换算 资备总价差很大 坊间常常听到租金报酬率 投报率 所谓的租金报酬率 是如何得来的呢? 想要当包猪公躺着站 这算盘可要回答 租金报酬率一般算法 就是年租金除以房屋总价 所得出来的结果 举例来说 以总价500万元的房子 每月租金是1.5万元 一年总租金收入为18万元 卯报酬率为3.6% 不过一年12个月的算法 是在最理想的满租状态下 没有把购物的装潢修算 折旧 离离口口算进去 专家说最好的精算法是 一般民众你要去加 去吸收那些杂志的费用 其实蛮困难的 我们建议一般的民众 可以用一年就用 10个月的租金来做计算 也就是说同样500万元的房子 假设装修费用30万元 每月租金1.5万元 10个月总租金15万 进投报率算出来约2.8% 与毛报酬率3.6%相比 少了0.8%左右 专家提醒高报酬率的魔鬼细节 现在有很多都会打出 10几%的一个高投报率 可是他们算法 其实跟一般的算法 都不太一样 只能是用支备款来当坤墓 支备款的话 通常都是到两分到三成 所以你这样子看起来 整个投报率拉得很高 那租金投报率要多少才划算呢 目前银行定存的利率都比较低 大部分都不到1% 在北部都会区域 如果投报率有2% 大概即可出售 但是在中南部房价 比较低的区域 本区有一定的助金行情 尤其是大学周边的 出户市场需求比较多 投报率大概可以上看到5%左右 未经许可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